您有听说过观光工厂吗 桃园市内拥有各式各样具有特色的观光工厂 不仅可以让民众亲手体验制作甜点的过程 同时还能增进亲子感情 而随着疫情严峻 桃园市的观光工厂也启动防疫机制 要保障民众的安全 其实针对目前这个疫情升温 所以我们在观光工厂的部分也成立了这个战情室 针对每天两点的记者会 来随时动态调整我们的防疫政策 而观光工厂的部分除了像量体温 实名登陆然后喷酒精之外 其实我们这边也做了一个 这个手座指定席的部分 其实让消费者从进来入管之后 一直维持在同样的座位 目前还是以防疫优先的状况之下 所以我们在整体的入管人数 有做总量的管制 然后也希望在春节期间 在人流在慢慢要增加的时候 我们总量管制的状况之下 还是能够维持一定的疫情控制的品质 观光工厂是桃园在地的特色 全桃园一共有高达31家 好吃又好玩的观光工厂 不过近期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因此桃园市长曾文燦也特别前往观光工厂视察 并检视工厂内的各项防疫措施 要让民众晚的放心 我想防疫安全只要做得好 那么一定可以度过这段时间 那我们原本有个春节的光光工厂行销的专案 我们预定等疫情过后再推出 因为现在31家光工厂 也有大概七八家暂时停止营运 主要也是疫情的关系 那目前我们透过包括户外教学 环境教育 很多新的教案的推出 希望让所有的社团跟学校 在春节后可以再到观光工厂体验 桃园市内的观光工厂 虽然业绩受到疫情冲击 不过观光工厂仍以防疫为优先考量 并控管每日来客人数 另外桃园市政府为了避免疫情扩散 因此也决定延后今年的观光工厂行销专案 届时要平安度过这一波的疫情 记者网络君台报道